金平梅的威力可以起死回生 让我在他们面前消失 以为我死掉 却又可以让我得以重生 这便是武灵至宝金梅瓶的神奇之处 可以让人功力大增和起死回生 那么若是用它治疗无情的双腿 能否让无情重新恢复行动能力 不可能的 不一定 大师兄 我用金梅瓶在练功的时候 我感觉到有一股内力往我的死之百还不去 你的双腿不能行走 就是因为血脉不通 如果金梅瓶可以增加内力的话 它应该可以打击你的血脉 让你的双腿恢复正常 冷血曾用过金梅瓶练功 认为金梅瓶极有可能治好无情的双腿 诸葛轻轻也出言赞同 反正金梅瓶就在他们的手上 能不能行试试便知 好 我试试 大师兄 你先把双手贴在金梅瓶上 一会儿你就知道它的功效了 无情按照冷血所说的那样 将自己的魅力传到了金梅瓶上 金梅瓶煞时间发出耀眼的光芒 并且悬浮在半空之中 有规律旋转的同时 一道七彩光芒射向了无情 无情顿时觉得气血翻涌 一股热气在体内篡动了起来 这金梅瓶一向还不下跃了 真是太神奇了 大师兄 你抽中了这个 我必须要 你会觉得他没有现象 冷血的话音刚落 无情便觉得体内的那股热气 正在冲击他的下半身 双腿恢复了些许的知觉 脚掌竟然神奇地抽动了两下 显然金梅瓶的确有效 无情的双腿正在恢复 不可思议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金梅瓶 过真天下奇物 刚才我用他练功支持你 觉得因为我真情 在我的五经六脉乱窜 对 我那时候也是这种感觉 你的腿有什么感觉呢 无情颇有些激动地告诉诸葛青青 他的双腿一直都是麻木不仁的 根本没有半点知觉 然而就在刚才使用金梅瓶时 他感到有一股热气通过 首次感受到了双腿的存在 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无情的双腿一直是无情的心定 如今有了复原的希望 即便是氧气功夫十足的无情 也不禁洗上煤烧激动不已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 无情坚持使用金梅瓶练功 试图打通双腿的血脉 恢复行动能力成为正常人 可令无情没有想到的是 金梅瓶的确可以让他的双腿恢复之绝 却不能完全将其复原 他仍旧不能正常行走 四日清晨 诸葛清清和冷血两人 找到了铁手和林小刀 将两人带去了无情藏身的破妙 铁手看着活生生的无情 难以置信 跟一个二傻子一样 铁手问候无情几人一番后 说出就在十天前 兔大师来到了忠义堂 要他们把金梅瓶还给林洛石 否则林洛石就会杀了诸葛神侯 无情得知此事后 让林小刀陪着铁手去往了将军府 表示同意了林洛石的要求 用金梅瓶交换诸葛神侯 这就叫十时务者为俊杰吗 你说时间地点 明天正午 城脉东郊不见不散 确定了交换时间和地点后 林洛石来到将军府的地牢 将这个消息告诉给了诸葛神侯 你可真是有福气 养了这么一大群孝顺的徒弟 竟然用人间制宝金梅瓶 换你这条老命 恐怕 他们的孝心都白费了 林洛石 我信不顾你 诸葛神侯认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林洛石这只老狐狸 定然不会乖乖地放他回去 这其中肯定有诈 林洛石文言哈哈大笑 表示知我者诸葛神侯也 随后从瓶子里倒出了一颗药丸 强行喂给了诸葛神侯 林洛石 你问我现在什么东西 别害怕 兔大师见诸葛神侯昏睡过去 好奇地询问起了林洛石 刚才那颗药丸应当不是昏睡药才对 林洛石告诉兔大师 以后他就会知道这颗药丸的厉害 次日午时 吴晴和冷血三人按照约定 来到城外东郊与林洛石交易 金梅瓶啊 金梅瓶在我们这儿 不过我们见不了师父 我们是不会还给你的 我们是不会还给你的